字幕君 如何将项链跟留书组合起来 这个是我们刚才编的 我们总共编了四组 我们现在要将这四组的挑特的配件 跟我们的弦旋编的项链 把它组合起来 那这个低秤我们可以用编制剩下的线来做 那最最少要留有70公分左右的线才可以做这个流速 那不够的话要接线 那我们现在以这个起端编的这一端来做示范 首先要先这个我们本来卷起来 收起来的这个线解开来 然后穿入针里面 那各位记不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加一颗挡珠 加一颗挡珠 好那这颗挡珠记得要把它拿下来 这颗要拿掉 大致说明一下我们流速的做法 我们流速基本上因为我们这个在结束的时候 它会结束在这个中间珠的地方 好项链的部分 那线出来之后我们先加29颗 那注意看一下 我们的流速其实是分三个层次 这里 1 2 3 所以我们第一次这里要加29颗 那我们的编制的顺序是这样 由 这里 中间珠的地方出来的地方开始做编制 那29颗的12领 一人小猪之后 到这里 加3颗水滴 2颗12领 再1颗5米的珍珠 再2颗的12领 再回穿水滴 以及6颗的12领 再往下做第一串流速的第二个部分 然后这里的部分 要加12颗 12颗的日本小猪 12领日本小猪 再加2颗的水滴 小水滴 再加上12领2颗 加上1颗大水滴 12领2颗 再回穿2颗水滴之后 这个地方的话 它基本上是要回穿29颗 27颗 那这个是这个部分的 刚才的这个12颗 以及上面的这个部分 也是 这有15颗 那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么 这么因为要穿蛮多柱子 你要算比较费力 那我们就穿到这边上面这里 那你记得上面只剩下8颗不要回穿 由这个两颗水滴的地方开始回穿 直线上来回穿到这里 剩下8颗的地方不要再回穿 那继续要做第二组的流速 那做第二组流速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加 我们这样子的就是 直接加29颗 那这29颗是包括 从这里有3颗 还有这里 到这里 就等于是 我们把第二组流速的 要用的前面的那一块 就等于是这个有20颗 然后这里有6颗 然后再加上这3颗 所以3加20加6 所以4加29颗的柱子 直接加29颗之后 加2颗小水滴 2颗12领 再1颗5米的珍珠 2颗的12领 然后再从水滴的部分 2颗水滴回穿 以及这个上面的这6颗 6颗12领之后 做第二组流速的第二侧 那这里一样加12颗 然后水滴2颗 12领2颗 再加大水滴 再加2颗12领 再回穿 这个 从这个2颗的小水滴的地方 开始回穿 那记得就是这个的部分 我们就要回穿 32颗 那这个32颗 是从这里 如果你懒得算一样 从这里开始穿 回穿到这边来 剩下3颗的地方 回到这个中间处 3颗的地方 不要做回穿 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配料特的配件 把它加上来 所以这个地方 加3颗的12领 2颗小水滴 再2颗12领 由这个我们要配件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 左侧的 如果以这一件来看的话 最尖端的地方 左侧是有一颗八领的地方 八领的竹子下来 跟它下面的那颗12领 回穿两颗之后 往右侧 由上 由下往上回穿 右侧的两颗12领 回穿 那回穿之后 记得 要再加两颗12领 再回穿这个 从小水滴的地方开始 总共 要回穿 14颗 回到这个 支带的地方 回到这个 这个项链的部分 就是把中间的这个 因为这里有 三颗 三颗 八颗 所以总共 14颗 回穿到这里 那回穿到这个 中间珠进去 那我们往外侧 支带 那你可以在这个 角株的地方 去做流书 做第二个流书 或者是回穿到这个 外侧株全部穿完 再做 那我们会 或者是说你要回穿一颗 留一颗外侧株 不要做回穿的动作 然后就直接做流书 那这样子 它就会有一点点的间距 不会整个 就是揪在一起的感觉 然后有一点点的距离 这样流书会看起来 比较丰富一点点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来做编织的动作 那我们做的流书 我们先加 我们都是用12领的日本小猪 那我们加29颗的12领日本小猪 那这里我们加了29颗的12领 还有2颗的水滴 以及2颗12领 5颗的珍珠 还有5颗12领 那我们由这个小水滴的地方开始做回穿的动作 那这个12领的部分 我们只要回穿6颗 蟹要拉近 我当这个珍珠 左右两侧的这个12领 要让它刚好贴的那个珠子的边缘这样子 好 那这也再来呢 要加12颗的日本小猪 像这样子 我们又加了12颗的日本小猪 然后两颗水滴小水滴 再两颗12颗 一颗大水滴 再两颗12颗 那我们一样反方向回穿 这个从水滴上来的这些珠子 从小水滴这里回穿 那它会经过这个刚才我们做的那一组 那个 现在已经回穿到这个刚才做的第一个分支的地方 好 那我们先马上做一个回穿的动作 这样会看起来比较明显一点 好 那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你一直回穿上来 它就回穿 回去我们的项链的部分 那这样子就只有一组流疏 但是我们不要 我们要做比较丰富的流疏 那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分差点 这是第一支 第一个流疏分支的地方 那我们一个概念 就是错过 那个不要去回穿的 然后我们直接往前走 它就会变成 把这个部分 这里目前是感觉有一个缺口 但是我们把它拉紧之后 它就形成一个直线 就变成一个直线 那记得如果你不算的话 我们就是在最上面要留八颗 我们不去做回穿的动作 那算一下 上面是不是还有八颗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 那就还有一颗 六七八 但是我们还有一颗 所以还需要再回穿一颗 上面留八颗不要去做回穿的动作 好 接下来一样再做这个第二组的这个流疏 那这一次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加二十九颗的 一样就是加二十九颗的珠子 好 那我们已经加了二十九颗的一颗小珠 一起三颗的水 两颗的水滴 两颗的十二零 还有一颗五名的珍珠 那一样我们由这个水滴的地方去做回穿 反方向回穿 那日本小珠一样回穿六颗 跟第一组一样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加了这个十二颗的日本小珠 已经两颗的小水滴 还有两颗十二零 一颗大水滴 即十二零 那我们一样有这个小水滴的地方 反方向去做回穿的动作 好 那这一次我们要回穿到这个 刚才我们这个第一个分枝的那个位置 下来三颗 好 保留三颗不要去做回穿的动作 所以我们要再前进三颗 好 这上面还有三颗 好 这里还有三颗 是不做回穿的动作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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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不可以像这样子 好 就是卷到这些柱子 好 有做流梳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你没有注意到的话 你等到编好了 你就很麻烦 只能重做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回到这个 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 好 而且这个 还有留三颗主持没有做回穿的动作 那我们就是记得这个这个流梳的部分 好 虽然要要线要调整好 但是也不能够太紧 太紧你让它拱起来就不好看 你要让它顺顺的 好 要有拱起来的那个感觉 那我们接下来要把那个佩奥特的配件把它加上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 加三颗 这个是主于中间的部分 然后那个枝干的最主要的枝干的部分 好 这是家的主持比较少一点一点 好 是三颗的十二零 两颗的小鼠第一 再两颗的十二零 那我们要把它穿这个配件拿穿进来 我们可以由这个左手边的这个八零的地方 直线前进两颗 两颗就好 好 两颗 再反方向回穿这个 右手边的这个最外侧的两颗十二零零小猪 那反方向回来之后呢 我们一样要再加两颗的十二零零小猪 然后再回穿 由这个小水滴的地方开始是做回穿 那小水滴的上面总共会有十四颗珠子 然后那十四颗珠子分别是在 第二个流苏下面的会有三颗 像这样子就是回穿到织带的地方 那看一下这里在第二个流苏的下面会有三颗 然后第一组跟第二组流苏中间的三颗 以及最上面的八颗 那总共会有十四颗珠子 那最后我们会回到这个项链的这个中间的地方 中间珠的地方 我们直接会穿四颗回去 因为最后一组是四颗 四颗 那一样把它拉好来 不要卡到珠子 那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配奥特的这个配件 已经加上来了 已经加上来了 那等一下要做这个第二组的流苏的时候 我们要由这个最后一组的外侧珠去做 所以我们刚才是不是回穿四颗这个中间珠 再回穿到这个外侧珠 那外侧珠刚才那一侧 我是用回穿到这个中间的这一颗大珠 那我这里我想要把它回穿到这个多一颗 这个日本小珠 等于是只有留一组外侧珠去做 把它留做一个区隔的这个部分 那一样以刚才第一侧的做法去做流苏 把它完成 第二组这个流苏的时候 我们一样回穿到这个开始的地方 所以是在外侧珠 我们刚才是从这一颗十二零这本小珠下面下来 那我们这样一样回穿到这边来 然后再回穿到主体去做收线的动作 那因为我们现在在外侧珠 那我们要往前走 我们就直接往这个中间珠的地方 前进两颗 然后去做回穿的动作 那现在线显然是有点不太够 所以马上各位在起边的地方把它改成是 以80公分来做编织 那如果万一各位跟我一样 那个线油会比较不够 没有办法收的时候 因为像这样子我只回穿了 就回穿这个外侧珠两次 那其实它虽然已经感觉好像有固定住 可是毕竟它回穿的次数不够的话 它比较没有那么牢固 可是线油又已经剩下一点点了 那怎么办 另外接一条心线 接一条比较长的心线 然后来做回穿的动作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有在这个项链的部分 去做回穿嘛 因为我们就主要是在项链的部分 把线固定起来 那因为这个刚才我们在做收线的时候 有做回穿 所以我会从退回来到大概三四组的地方 去把这个线固定上来 因为我回穿会是固定线是在这一段 就不会集中在同一处 那我要把线前进到这个最后一组的外侧珠的地方 那我势必要回穿到这个最后一组的中间珠 因为我们要回穿的是在外侧珠的这一段 所以到这个最后一组的这个外侧珠的地方 我们直接走外侧珠 然后去到那个流梳的地方 把它做回穿的动作 所谓的回穿就是再趴穿一次 那这个部分的话流梳的地方 你可以穿到第一段去做 就直接穿到这个佩奥特的地方 然后在这里做回穿再回去 然后再去做收线 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下面的组梳 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外侧珠的地方 这个刚开始要编流梳的地方 那我们这次就不用把流梳全部编一次 我们只需要前进这个 最后回穿的这个14颗 8颗 3颗 3颗 然后回穿到这个佩奥特的组梳 这里去做回穿 然后再回穿到下面的组梳 做收线的动作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下面的组梳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流梳跟这个项链 整个做结合起来了 我们不在这里 现在就算了 这个时间做收线的 好 ドン 还是后来 接下来 好 给你 对